你好 老胡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频道当中的 一个短小视频身上发生的故事 值得老胡单独做节目来讲的故事 一定有它的重大意义 什么重大意义 别着急啊 我现在就跟你讲 大家看这个频道 从封面图扫描 你就可以看出 他大概是一个高中数学老师 做的这样一个辅导学生的 这样一个频道 到今天他的粉丝是不到7000个 你可以想象到 5年以前他会有多少粉丝 肯定是一个很小的频道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 不起眼的小的频道当中 5年以前他发了一期视频 这个视频没有什么亮眼之处 就是怎么样在Windows 10 这个电脑当中去截屏 一个高中老师做这样一期节目 不在他的日常的教学范围当中 但也许就是因为学校里头 采购了一批新的电脑 然后学生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新的电脑 尤其是在提交作业要截屏 截图这样一个功能 不会他就随手就做了这么一期节目 非常短小 1分59秒 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从灯光拍摄或者是讲解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 不是一个技术大拿 不是一个专家 不是给你介绍5种截图的方法 哪一种最好 哪一种功能最强大 这就是最最简单的 你做一点点搜索 或者是查一下微软的官方文档 然后把那个东西做成一个视频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期节目 在一个今天只有7000粉丝的频道里头 获得了134万的观看量 而他是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 获得这134万的观看量 才是老胡今天要跟你讲这个例子的意义所在 我们看一下老师在他的第二个频道 这个频道稍微好一点点 有7500个粉丝 他做了一期节目 向大家报告了一下 他过百万的观看量的视频 究竟替他赚了多少钱 钱的数字我一会告诉你 但是更重要的数据是 他这个视频是怎么活起来的 大家看 他这个视频是2017年的2月8号发布的 然后发布以后没有什么观看量 你可以猜想他5年前 也许频道可能只有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 不到1000个粉丝 获得这样地板式的播放量 那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一年多以后 慢慢有些量了 等到2020年的时候 三年过了以后 他就开始每天会有1000的观看量 到后面有2000多 到后面有3000多 现在稳定在 每天有将近2000的播放量 所以他这视频不是一发布出来 在24小时 18小时就爆火的一个视频 它是这么长期的积累 到现在每天2000左右的播放量 也不是一个极其火爆的一个视频 它是长期累积 但是他这个视频有一个特点 它有生命力 虽然现在Windows11已经发布有一阵子了 还有大量的人没有升级 还有很多的人不会在Windows10这个电脑上面去截图 所以有很多人在搜索 你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流量是来自油管的搜索 占了每天这平均2000播放量里头的60% 也就是说油管上面在搜 在Windows10里头怎么样截图 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这个很大的数字里面 每天有一千多个人选择看他这样一个小频道组的 不是电脑专家 不是电脑大咖 甚至都不是电脑相关的 这样一个垂直内容的频道里面的视频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数据是怎么增长起来的 你看才发布的时候 前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每天只有11次播放 然后再稍后面一点 出现了68次 到两年以后 有每天210几次了 到后面390次 再到后面才增长过千 到最高峰值的时候 一天有3000 现在稳定在1500到2000之间 根据现在这样一个趋势 我可以想象到 在将来的一两年 每天都应该会有大几百的这样一个播放量 也许这个视频最后的总的播放量 会接近200万 然后才会慢慢的衰减 到每天只有100多 然后到几十个 然后慢慢进入一个衰竭期 那个时候也许是Windows12或者13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视频帮它赚了多少钱 2800块钱 再看它的CPM是5块7毛6 它的RPM是2块2毛1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数字偏低 但是我告诉你 对于一个视频总长度少于两分钟的视频来讲 这个数据是相当棒的 好 故事讲完了 它有什么寓意 第一 在可能的情况下 要做有长生命周期 有生命力的内容 英文里头有个单子 叫做Evergreen Content 就是一直是长青的 如何系鞋带 如何打领带 是不是一个长青的内容 当然是 在Windows10上面去截图 是不是一个长青的内容 相对来讲 也是因为一个操作系统的版本出来 起码有三到五年的生命力 如何扎油条 有多少年的生命力 也许是几十年 上百年 第二点 老狗也有走运时 野北河也有春天 并不是一个小的频道里面的一个非专业的视频 就没有机会 油管是一个巨大的生态 每天有那么多人上来看 什么样的视频都有人看 任何一个频道都有机会 千万不要错误的认为 头部的账号垄断了所有的流量 不是这样子的 不要偏执的认为 你没有被推荐 你不长粉丝这个平台的错误 应该认识到主要的问题 还是你的内容不够优秀 就像在体育比赛里头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黑裁判 但是黑裁判能够左右的分数的空间 是非常有限的 你只要足够的优秀 他想黑你都难 第三点 不是所有的火爆视频 都是一发布以后就马上火起来 像这样的发布以后 让人完全绝望 很长一段时间半时不活的视频 也有可能慢慢的火起来 而且不需要大火 只要他火的时间足够长 他也可能积攒出相当可观的总播放量 也能够赚到总数不错的钱 所以今天老夫给你看的这个例子 讲的这个故事 归纳出来的三点寓意 是否给你安慰 启发 刺激 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谢谢